则干脆停在路面享受阳光浴 项群所在的位置距离景区公路不足百米 并还在缓慢向公路方向移动 为避免项群突然冲向公路 急击过往车辆行人 引发安全事故 出行交警立即部署安保和交通管控工作 对这个路段采取临时封控措施 现场12名警力分成三个小组 有两个小组分别在距离项群活动区域约300米处 设置交通警示牌 告知过往车辆行人暂停通行或改道绕行 劝导围观的数百名游客尽量保持安静 以免因大声喧哗而引发项群的攻击行为 另一个小组作为击中警力 负责在项群活动前方观测 掌握项群动向 同时负责该路段的悬查工作